怎麼樣的人要小心器官鬆弛 來看看囉 各科都有 我們一直在講說 什麼都會鬆弛 但過瘦的女生 我們腎臟也會鬆弛 女生只有女生嗎 女生好發 尤其是過瘦的女生 為什麼 有一個大學女生 那一進來 我覺得她非常非常瘦 應該一百六幾公分 不到四十公斤 就是那種瘦到前胸貼後病 真的好瘦喔 對 她一進來她就很沮喪 然後就說 那我說妳那麼年輕 怎麼會得癌症 她就阻著她右側的腰 她說她幾年前開始 她只要在上體育課 稍微比較震動用力跳一跳 隔天當天回去就有一點血尿 那她一直認為說 因為她不喜歡喝水 她認為她水喝不夠 要開始喝水 可是喝水之後 她發現最近這個更頻繁 她突然摸到一塊 像腫瘤一樣很大的東西 她就一直像 她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癌症 所以她很沮喪過來 我心裡大致有底的 就是要去做一個叫做 一個泌尿道的一個顯影攝影 那就發現 她躺著跟站著 她的腎臟落差大概快五公分 那麼多 對 這叫她的腎臟是鬆弛 就本來是 我們腎臟是靠一些那個 一些組織筋膜固定在我們的 後背的後腹腔 那你躺 如果說很過瘦的時候 那種脂肪層是很吸的 它可能就會掉下來 然後它掉下來之後 那為什麼它摸得到 因為這個案例是比較嚴重 大部分都是有一點血尿或痛痛的 但是它因為 它這個姿勢不對 它把那個輸尿管壓破到 那變成它腎臟變成水腎 整個尿下不去嘛 就逆流回腎臟 那腎臟就整個腫起來 一般腎臟十公分 大概十五公分 那這游離腎輕則就是 一點點血尿 或是說有一點點疼痛 但是重則就剛講 那個就是一個標準 總算就會產生高血壓 因為你這樣壓著之後 血壓就會往上升 它造成水腎 真的是腎衰竭 所以那個 太瘦也不是好事情 對 慢性便秘 變成大腸鬆弛 便秘而已 有到大腸鬆弛那麼嚴重 其實這個其實 臨床上滿常見的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會意識到 這個有一些嚴重度 我當然要分享一個 我以前的案例 我以前在北投的一家醫院 做住院醫師 還有腫醫師 然後那時候就是會去找一個 在士林那邊一個 就是理髮店去剪頭髮這樣 然後我的理髮師 那個設計師 他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 年輕男生這樣 有一天他發現說 我是腸胃科醫生 他就突然就跟我分享 張醫師你知道嗎 我跟妳分享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好用 他就說 你知道什麼叫肝油球嗎 我說我知道 這個東西有時候 排便不太順的時候 我用一下是 還滿好用的這樣子 他說對啊 我跟妳講 因為我上班工作很忙 我要搶客人 所以我有時候上班有感覺來 我就是不能去上 因為我要忍著 都要忍到回家才上 結果久以後 我就變成有點便秘了 他用下去完全都不用出力 就可以非常的順暢 他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很好 我大概兩三天要用一次 然後到後來他跟我說 他已經忘記怎麼樣用自己 大家就是肚子用力 去上廁所 我說你這個很嚴重 我說這樣子不太正常 你們應該要檢查一下 你們大腸這樣慢性使用 這些會不會造成一些傷害 一直都因為發現 那個二十幾歲的腸子 都很鬆 都沒有力 那麼年輕耶 就像那個七八十歲的大腸 因為我們大腸鏡的醫生 坐進去 年輕人的腸子是很有彈性的 他不是他坐進去像一個 底洞 那個管子就一直進去 然後可是管子都不會前進 就一直都一直撐在他肚子裡這樣 所以不能再訓練那些大腸了嗎 有時候他真的被撐 就是被撐得太大 然後又長期在使用一些 這種刺激腸胃道的東西 他慢慢腸胃道的這種 有點像好像抗藥性這樣 所以常常我們會遇到一些患者 就是 軟邊要越吃越重 越吃越多 兩顆 四顆 六顆 就有的人甚至吃到十幾顆的 少數也會遇到 所以說到最後 慢性便秘造成一個問題 就腸道老化 我這邊就分享一個案例 它也是以腸胃道的症狀來表現 那事實上也是身體的某個器官 在鬆弛 那遇到這個老形狀是這樣子的 他這一陣子 他開始覺得他只要吃東西 他很容易會有胃食道膩瘤的症狀 甚至他很容易覺得胃脹氣 甚至他覺得他食量整個都變小 可是 人生在世 隨便偶爾胃食道膩瘤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是他一個人 我只是想描述說 他其實是很小看這個症狀 直到有一次 他發現他這個胃食道膩瘤的症狀 變得非常嚴重 他甚至是 對 所以很明顯 這個症狀是已經一直在進展 甚至到最後他根本吃不下東西 因為他看到東西他就噁心 那他會來急著是因為他吐了 而且他的吐是嗆到他的肺部 所以他來的時候 其實是 所以我們剛開始 當然是先做一些 急救的處置 那後來幫他做掃瞄 因為他前陣子的病死 就是他有一個很厲害的感冒 所以我們當時想 他這個呼吸衰竭 是不是也跟肺炎什麼有關係 後來我們幫他安排了 電腦斷層掃瞄 做一些檢查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是他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 通常會發生這種橫膈膜的 散氣 有一部分是因為先天性的原因 那其實有一部分 就是這個肌肉已經鬆弛了 它其實因為老化突然已經鬆弛了 那因為一些負壓增加的狀況 把我們下面的氣氛往上直 那其實最常見就是 所以事實上 它為什麼會出現一些 胃食道滴流的症狀 就是因為這個橫膈膜 它鬆弛了 那這一陣子 它因為又有一些咳嗽 一些負壓增加的症狀 把胃給往上了 從這個裂孔擠了上去 也就是 所以其實就開始造成了一些 它進食 胃食道滴流的症狀 那像這樣怎麼處理 後來還是做手術 對 腸道其實它有非常多的器官 食道 胃 小腸 有十二指腸 空腸 回腸 到大腸 還有大腸跟直腸 所以其實 我印象滿深是 它真的算是很罕見的一個案例 那是一個女孩子來 那其實我們是加一科 我們是做分科 就是你要分到胸腔科 腸胃科 它來的時候 它覺得它的症狀 它實在是不知道去什麼科 我細講一下它的症狀 它說它其實大概在這兩年類 它常常會覺得 胸口很悶 很不舒服 吃東西會吐 別人聽到這兩個症狀就說 你這個應該就是胃食道逆流 就如同剛剛 可是偏偏 你去查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通常會有所謂胃恰身 胃悶 或者是有灼熱感 它真的沒用 所以我先幫它做了 我能做的心臟 肺部的檢查 可是真的看起來還好 一些S光 心電圖等等 所以後來我就轉去 剛好我們醫院有一個 認識的腸胃科的學長轉過去 他說你這個病人的案例 不常見喔 他說當我們在坐進胃鏡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規定要 八個小時空腹 它在坐從食道進去 我們正常食道是一個 比較小的空腔 但進到食道的下三分之一 這個空間理論上是不可能 在這個地方變得很寬敞 所以後來跟幾個醫生討論後 他其實罹患的是一個 蠻罕見的疾病 叫做 就是我們所有的器官 可能都會有一些 我們說這個肌肉的神經 出現的問題 可是這個到目前 好像還沒有辦法很確定 是什麼原因 造成的食道的神經 變成沒有辦法正常的蠕動 所以食物會堆積在它的食道 而沒有辦法下去到胃 而且他說最誇張是 他很常會吐的是前一天的食物 所以這種病人 其實在歐美有統計過 大概二十萬人 一兩個人會有 亞洲人是更少 而且那個太奇怪了 對 其實剛剛新美醫師 他講的那個案例的話 那算是一種 就是可能你免疫系統有一些抗體 可是因為你可能某個原因失調了 結果這個免疫系統 變成它會去打我們 食道口的一些神經的 細胞 所以久而久之 你食道這邊 負責在開門的那個電線 電線就是我形容給病人聽 就是 都被免疫系統殺光了 變成說你家的這個大門 那個電鈴那個開關壞了 所以它這個門開不了了 所以食物都 吞了之後全部都 把食道都撐鬆了 所以這個我們叫 它會用自己的好嗎 這不會好 不會好 這不可能 你只要接受治療 這一般我們要用一些 比方說氣球擴張素 去幫忙病人把這個食道口撐開 或者現在台灣有所謂的 內視鏡的擴躍機切除素 就用胃鏡去把食道口的肌肉層 把它切薄一點 我之前遇過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上班族女性 她很高 一百六十七 可是她體重來的時候只有四十一 好瘦喔 而且她那麼高 就驗食症 對啊 對 小燕姐就想說驗食症 像一根竹竿嘛 就這樣高高瘦瘦 就走進來 她就說 她從大學開始 就是為了要保持這個體態很苗條 她只要一去吃多 她就有個壞習慣 她就有吹吐 其實很多女生有 她就說她從大概大二大三 就開始吹吐 吹吐到現在已經三十幾歲 吹吐的經驗有十年 資深追吐者 結果她說上禮拜 她就是去吃一個吃到飽以後 回去吹吐 結果她吐血 然後她就害怕 吃鴨血還是她真的 對 我也想她吃鴨血 真的很有水準的問題 因為真的有變成吃鴨血 所以有什麼 有什麼 有變成是豬血膏火龍果 以為自己三十幾 火龍果跟血塊 可能是大便宏 所以真的要問她有沒有吃鴨血 好 她沒有吃鴨血 好 OK 後來她就說 她吐完吐血以後 她覺得開始每天這邊刮刮的 吃東西刮刮的 然後假如吃一點熱的就會痛 照進去一看 她才三十歲 她的那個食道跟崩門 這個胃交接口叫噴門 非常的慫 我在食道裡面就看到胃了 就遠遠看 好像望遠鏡 不然家常會有個門 大家的門都不關的 對 她家門都沒關的 對 她家門就開開了這樣子 那我就知道那個 整個食道口看起來都爛爛的 都爛爛的 就是看起來就長期有被胃酸在腐蝕 然後還有一些那種 小小的黑黑的出血點 就是表示她可能上禮拜吹吐 就有引起這個 受傷就有吐血這樣子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 明天 Palm 2 2 3 3 3 4 4 5 4 5